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国的大背景下 北京隆重纪念抗美援朝 强调中国和朝鲜获得了胜利 实际上 这场战争中志愿军阵亡了19万7653人 联合国军阵亡人数是57606人 其中美军阵亡了36570人 在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之后 主动挑起战争的金日成一方 最终又被迫退回到战前的三八仙一倍 中国方面的表述给人的启示是 志愿军的参战和巨大的牺牲 保住了朝鲜和金日成政权 但不少研究者注意到 朝鲜对那场美国及其走狗挑起的战争 也有自家独特的表述 朝鲜的教科书和宣传资料基本上不提或者极少提到 中国志愿军的流血牺牲 而是完全归功于金日成主席和他领导的朝鲜军民 所以即使号称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的中国和朝鲜 对那段历史的解释也是一样各取所需 有分析认为 目前习近平世界抗美援朝打气 以几十年前打败美帝野心狼的龙大叙事 来激发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 使其能够与政府一起 共同面对中国越来越被世界主要国家孤立的不利局面 但问题是 几十年前的胜利 本身就是中朝两国自我宣传的一个神话 中国民众会一直被蒙蔽下去吗 在广西中越边境有一关 本周二聚集了近千名中国技术人员 他们打算前往越南打工 另外 在中越边境 中国方面正在兴建两米多高的围墙 防止中国人外逃 在互联网上传播的视频显示 周二的时候 在中越边境有一关 一天之内有900人出境前往越南务工 综合网民披露的信息 近千人应聘到越南多个中国或者是台湾企业 从事高技术含量的工作 其中深圳的力讯精密有400个名额 富士康旗下的南宁富贵精密有205个名额 越南电池科技公司招聘了85人 中资的德利越南公司招聘了27人等 而上述应聘者均为企业主管级的技术人员 在越南的台商负责人郭海光今天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越南限制来自中国的劳动力 如果不是本地企业邀请 来自中国的工人很难在越南找到工作 广西南宁商人陈先生表示 随着大量外资企业撤离中国 近期甚至有不少中资企业因为成本问题也把工厂搬到了越南 现在越南对工人特别是技术工人开出的条件是 只要你能到越南来 越南会保证你的工资不低于中国国内 金融学者司令指出 因为像苹果三星这样的超大型企业产业链转移 众多劳动密集型产业撤离中国转移到越南等东南亚地区 但这些地区当地的劳动力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释放 并不是很愿意接纳来自中国的劳动力人口 所以如果中国大量劳动力涌入东南亚各国 那么之后能否被当地消化还是一个问题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天宣布将一财全球 解放日报新民晚报 中国社会科学报 北京中报和经济日报指定为外国使团 这使得今年被指定为外国使团的中国媒体机构达到了15家 佟佩奥说 这样做是反击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的宣传努力的一部分 他称这些被指定的中国媒体属于被一个外国政府实质性的拥有 或者是有效控制 他说我们对这些媒体可以在美国发表的内容没有施加任何限制 我们只是想确保美国人民信息的消费者 能够区分自由媒体撰写的新闻和中国共产党自己发布的宣传 他们不是一回事 在被认定为外国使团后 这些新闻机构必须向美国国务院通报其工作人员的名单和持有的房地产 同样是在周三 美国国务院批准了三项可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方案 其中包括了高机动火箭炮系统 对地攻击导弹 以及侦察感测器等相关设备 总价值约18亿美元 这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016年上任后第八次对台军售 对于美国刚刚宣布的这两项决定 中国外交部也迅速做出回应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将会做出正当必要的反应 同时他依然是敦促美国立即改弦更张改正错误 昨天我们刚刚报道了当年 审判杀害四名同班同学的马家爵的主审法官刀文斌 现在被控谋杀 并被云南省高院指派由玉西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审理 今天就又传出了消息 玉西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陈昌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已经主动投案 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另外中国的财经杂志详细披露了刀文斌案件的细节 刀文斌涉嫌杀害的的确是他的女友 他的女友是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名干警 因为卷入了司法系统另一位官员的案件 曾被监察委约谈 在被监察委约谈后 刀文斌在与女友见面时 双方发生争执 刀文斌将其女友从20多层高楼推下 然后谎称女友是跳楼自杀 当时的办案部门采信了刀文斌的证言 也并未把这件事列为刑事案件 后来刀文斌之所以被捕 是因为刀文斌在任职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监督厅副厅长期间 在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过程中收受贿赂 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 刀文斌供认了自己还犯有故意杀人罪 非法持有弹药罪等 据熟悉刀文斌的人士介绍 刀文斌的业务能力不错 有文化办案利索 在单位里升迁的也比较快 刀文斌出事 当地司法系统的人都比较吃惊 因为实在看不出来他干过那么多的坏事 刀文斌案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指定由玉西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现在玉西中院的院长陈昌又出事了 这真成了云南司法系统的连环套 新冠疫情的影响正在拉大中国的贫富差距 这一趋势可能引发社会紧张局势 并破坏中国强于预期的经济复苏 据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 与美国一样 中国的高收入人群在今年大多保住了自己的工作 同时他们的股票和房产也持续升值 然而中国几亿低收入者中的许多人仍在忍受着失业 或者是工资减少的痛苦 而且往往缺乏福利或资产来依靠 牛津经济研究院驻香港的资深经济学家吴东安表示 和美国一样 中国经济复苏遵循着一种K型的轨迹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新冠疫情加剧了中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状况 收入差距的扩大之所以对中国至关重要 是因为虽然中国没有出现严重动荡的迹象 但中共领导人早就担心 一部分人收入高 但另一部分人收入低的现象 可能会威胁社会稳定 另外 尽管贫困居民的收入比较低 但他们在中国6万亿美元的消费市场中 占据了很大的比重 中国的国内消费最近虽然有所增强 但自疫情爆发以来的表现 仍然落后于其他经济领域 而且如果更多家庭的收入没有回升 国内消费可能会拖累整体的经济增长 来自中国政府的数据显示 最近为期8天的11黄金周假期期间 旅游收入比2019年下降了30% 与预期完全相反 尽管最近几个月高端汽车等设施商品的销售表现良好 但家具或餐饮服务等其他类别的销售情况并不乐观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经济系教授甘里表示 贫困家庭支出疲软可能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低迷的需求会损害雇佣了许多低收入者的小企业 为了帮助抵消新冠疫情带来的痛苦并刺激支出 中国地方政府向消费者发放了消费券 用于在餐馆和其他商业场所的消费 并向雇主提供了补贴和税收减免以避免裁员 但一位知情人士称 中国领导人在将财富直接分配给家庭方面 一直拒绝走得太远 部分原因在于 一些官员认为 与政府主导的投资相比 这是一种效果不大的促增长方式 12名香港青年今年8月底涉嫌潜逃离境 在通过水路前往台湾寻求庇护时 被广东海警截获 现被扣押在深圳盐田区看守所已经61天 据法广转引立场新闻的报道 其中5名由家属委托的中国大陆律师 昨天再度前往看守所 要求会见当事人 但是被拒绝 这5名家属委托的律师 星期四早上到达深圳盐田区看守所 要求会见当事人 但在大门外他们被告知 他们的当事人已经分别由官方 委托了两名律师 因此一行人都没能进入看守所 据了解 这些由家属委托的律师 在看守所门外 与警察交涉了三个多小时 期间因为不满看守所态度推诿 一度打110 要求警务监督到场处理 受家属委托的律师 质疑看守所的行为是违法 因为当事人未满18岁 属于未成年 当局在家属不知情下 委派律师 这种做法不成立 要求相关部门交代法理依据 律师表示 他们会向上级检察机关 公安机关 反应和控告 据了解 台湾公民 人权团体 以及在台湾的香港人 昨天也在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大楼前 举行记者会 呼吁台湾民众参加游行 支持香港争权民主 声援遭中国大陆关押的12名香港人 值得一提的是 针对有报道 早先指香港政府飞行服务队 曾在事发当日出动 更在事发位置一带上空盘旋 港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 不会公开水井数码雷达保安系统记录 飞行任务涉及的每日飞机调配 以及航行细节等相关信息 香港监管机构 已经对高盛集团的一家香港子公司 高盛亚洲处以了3.5亿美元的罚款 因为这家投行 卷入了涉及马来西亚投资基金 EMDB的一起金额高达几十亿美元的丑闻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 香港证监会周四表示 高盛亚洲因在监控方面 犯有严重失误和缺失 令马来西亚投资基金EMDB 于2012年及2013年 通过三次债券发售筹得的款项中 有26亿美元被挪用 因此遭到了香港证监会的罚款 香港证监会称 高盛亚洲欠缺充分的监控措施 以在其日常运作中监查职员和侦测 适当行为 他们在已经有洗钱 或者是贿赂行为的预警迹象下 没有妥善处理 仍然允许有关债券发售继续进行 香港证监会称 高盛亚洲从这次债券发售中 所产生的5.67亿美元总收入中 分得了37%的收入 也就是大约2.1亿美元 在高盛的各个实体中占了最大的份额 知情人士本周对彭博新闻社透露 高盛集团目前已经与美国司法部打成了协议 将为其在马来西亚投资基金EMDB丑闻中发挥的作用 支付超过20亿美元的罚金 以此来换取避免让高盛集团在美国被刑事定罪 高盛集团方面表示 他们将会在适当的时候就这件事发表声明 刚刚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有87%的中国民众愿意接种被证明是安全有效的新冠病毒疫苗 接受度在19个受访国家当中是最高的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 这项由欧美四家研究所与大学参与的调查发现 中国民众拒绝接种的程度也是19个国家当中最低的 只有0.7%的人明确拒绝接种 拒绝接种疫苗比例最高的国家是波兰 有27%的人拒绝接种 而俄罗斯明确愿意接种疫苗的比例是19个国家中最低的 只有55%的人愿意接种 在全球范围内 有72%的公众愿意接种疫苗 14%的人明确表示拒绝接种 还有14%的人正在犹豫 参与并协调这项全球调查的研究者巴塞罗纳 全球健康研究所研究员拉扎鲁斯说 这项研究发现公众对疫苗的接受度 与他们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是相关联的 在公众对政府更加信任的国家 疫苗的接受度也更高 除中国之外 韩国和新加坡的公众对疫苗的接受程度也在80%以上 另外据路透社消息巴西的卫生部门昨天宣布 英国制药公司阿斯利康在巴西进行的新冠病毒疫苗试验计划 有一名志愿者在接种疫苗后死亡 这名志愿者是来自里约热内卢的一名20多岁的巴西男子 巴西方面称疫苗测试工作将会继续进行 牛津大学的发言人表示 在审慎评估巴西的这起案例后 临床试验没有安全上的隐患 巴西监管单位以外的独立审查人员已经建议继续实验 此前在英国有一名志愿者 在接种疫苗后出现突发性的病情 阿斯利康一度暂停所有地区的疫苗测试工作 其后英国监管当局做出审查 认为并无足够证据可以肯定病情与试验的疫苗有关 阿斯利康才被准许恢复在英国的测试工作 好 各位观众 这期的中国新闻01到这里就结束了 吴迪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